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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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! 你們有看過山蕉嗎? 有些人有聽過這個名字 但是大部分的人應該沒有看過山蕉 你們應該沒有看過 所以我來介紹 山蕉是怎麼樣的東西 外表 外表 這樣 很像一個 顏色的部分是 黃色 有的部分是 咖啡色 聽說有這樣的咖啡色的點點的話 更好吃的香蕉 對對對,忘記說 這是水果的一種 那麼裡面是怎麼樣 你好 那麼我要剝鼻 裡面是什麼顏色 我還沒看到 我來吧 我要剝鼻 怎麼回事 原來是這樣 很容易吃的 哦 這樣的食物 吃過山蕉的人 你們吃的山蕉也這樣嗎? 咦? 你們沒有看過這樣的山蕉? 真的? 那麼 在哪裡買得到? 我來介紹 那個做法 那個做法 是我國小的時候 在電視裡 看到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來介紹 這樣的香蕉怎麼做 試用的東西 香蕉喔 還有一個 這個一隻就OK 那麼裡面怎麼切 先進去 然後 把這個 洞 切裡面的香蕉喔 慢慢 慢慢切 所以 看起來 外面是 外表 是沒有 沒有那麼大的變化 這裡有 小小的 空 嗯 這個而已 はい ということでした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最近有 2月14號的 情人節 如果女生的大家 有 喜歡的男生 的話 給看看 這樣好厲害的香蕉喔 應該說到的男生 會 驚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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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應該會說 我愛你 はい ということでした また 会いましょう 再見 對啦 我忘記介紹 香蕉的味道 嗯 嗯 嗯 謝謝收看我的Youtube 如果你對制服意見也順利的話 請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 然後還有我的FB專頁 請按讚一下